今天的課程裡面呢 其實蠻多學員一開始很害羞 但是最後都勇於表達自己 那麼也展現出他們的自信 希望透過今天的課程 在一些實務的教學之後 能夠有更傑出的表現 那麼也希望蔚蕾能夠運用在他們的課程 又或者是推真上面 那麼也歡迎大家 持續來加入我們黑暗對話 公共表達營 好 接著是 我們要看房子 哈囉 各位剛剛順利 結業的同學們 來參加黑暗溝通表達營 不曉得你有沒有學到一些 主播的溝通祕境 滿載而歸回家呢 這個課程呢 雖然很短暫 但是我可是竭盡所能 使出了渾身竭力 希望讓大家可以多多的接觸鏡頭 並且學到新話主播傳授給大家的 主播金三角 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在溝通的時候 你心裡要有溝通的對象 為誰而說 然後呢 把你的故事情節化 讓聽的人覺得更動聽 而更重要的是 你的情節打動人之後 還有真誠的情緒 這都是溝通的不二法寶喔 愛我們 想看 我們觀看 我們觀看 明明 沒有 沒有 我們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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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